颱风过后夹带的丰沛雨量 让民众出门买个早餐都不方便 日前颱风时 一名台东少年表示 下大雨也没车接送 走路又嫌腿酸 决定利用道路一旁水流湍急的山沟 一路滑下去并大喊吃早餐了 吃早餐了 而另一方面该名少年的朋友 恰巧走在同一条路上 小时候没早餐 很麻烦 你怎么在这 转头一看 发现山沟里的少年游到睡着 爆笑画面在网路上 引起热烈讨论